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行编辑部的节目 昨晚我留意到 美国驻华大使馆 在微博上的帐号 分享了一支视频 这支视频是关于 副总统何锦麗 在德国慕尼克的安全会议上的讲话 这视频到底讲什么呢? 而且这视频也引来非常大的回响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行编辑部蒸香煲和曬冷气 那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这一条视频主要的题目就是 就是这样讲的 过去七十几年 美国为世界带来了和平 在将来的日子里面 美国也会 建负责任维护世界和平 哈哈哈 说到这里 我就真的忍不住也要笑一笑他 世界和平 是因为没有了美国 世界就变得很混乱 以及美国是否永远都站在正义的一方呢 可能因为他的大言不蠢 也引来内地非常多的网民 一起去围观 我见到有网民就说 美国给世界带来和平 是天底下最大的一个笑话 好了 到底副总统说过什么笑话呢 当时他正正在德国 莫尼克的一个安全会议上 这样讲的 当中就有三点特别之重要 首先就是 美国对维护国际规则和规范 是有集体的承诺 过去一年在欧洲 美国的反应已经展现出这一点了 其次就是 美国对全球富有安全和繁荣的责任 这个是我们美国的基本原则 而最后 美国就会继续领导世界前行 捍卫国际秩序 而在视频的最后 也拍到另一名高官 就这样说 美国会自豪地成为你的合作伙伴 从事这一项非常崇高的事业 大家要记住 这一次的会议 他是对在座不同的国家的高官所说 这些国家全部都是西方国家来的 而从这一条视频来看 大家都可以见到 美国副总统 顺势旦旦向与会人士作出这样的保证 严格来说 我自己就认为 其实是不是自我嘲讽自己呢? 而当中 副总统也有特别说过这一段说话 就是 如果某个国家可以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仍然可以逍遥法外 如果某个 说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可以为所欲为 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了 他说完这一番说话 可以说得上是掌声雷动的 但是如果你真真正正地看一看 美国过去的历史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至 就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那段时间开始算 在地球上哪一个国家 发动战争最多的? 就是美国 那美国发动战争就是正义嘛 就是保卫世界和平嘛 那些当中 因战争而失去生命的人 他们是不是全部都是抵死的呢? 因为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 所以世界就变得和平 不是吧? 那我们可以再数一数 从二致大战之后 去到2022年 美国在全世界里面 就发动过十三场的大规模战争 当中的范围就从东亚、东南亚、中南半岛 再到中东巴尔干半岛、北非等等的地方 都有进行过侵略的 尤其是有五场战争的规模更加是特别大的 从二致大战数下来 在二致大战结束之后 去到1950年 而美国就以联合国军为首的领导者 向朝鲜发动战争的 之后就出现抗美援朝的事件 然后就去到1964年的越南战争 美国就向南越派遣军队 支持南越 对抗北越的共产主义势 不过很不幸 最后美军就以失败告终 接着就去到1990年的海湾战争 当时美国也是领导着联合军队 向伊赖克进行军事行动 那次的行动除了摆放了科威特之外 也阻止了伊赖克对沙特阿拉伯的入侵 接着就去到2001年的时候的阿富汗战争 对阿富汗战争主要的原因 就是对911恐袭的反击 或者你可以称之为报复 美国就是联同北弱的不同的成员国 一起去进入阿富汗 打完阿富汗就去到2003年的伊赖克战争 美国也是领导着联合军队入侵伊赖克 成功推翻撒达姆政权 入侵的原因 就说要找出伊赖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但事实上什么都找不到 说到这里 数完这些战争之后 但是这位美国副总统就这样和人说 如果某个国家可以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导完整 而又可以逍遥法外 让那些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 可以为所欲为 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一个国家是安全了 大家是不是感到非常之讽刺呢 接着 这位副总统也说了另一番说话 也是很讽刺的 他就这样说的 为了全球的安全和繁荣 美国的使命就是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 所以啦 为了全球的安全和繁荣 我们其中一项使命就是维护基于原则和国际秩序 世界各国都会同意我这一点的 这里又真是可圈可点 美国维护全球安全和繁荣 好了 是不是真的带来安全和繁荣先 我们又看回自一次大战之后 美国所发动过或者有领导过的战争里面 造成多少平民的伤亡 我们不说得那么远 我们只需要看看阿富汗战争 美国在阿富汗足足就打了20年仗 在阿富汗就导致多达30多万的平民死亡 不少的儿童都是因为受到战争摧残 而失去伤亲 甚至乎成为残质 那这些是不是安全和繁荣 在这一则帖文很多人嘲笑 这位副总统讲的说话 其中有一句说话 又是令到网民感到非常耐耳的就是 美国及世界带来和平 很多网民就是因为冲着这句说话 从而拿出不少理据出来 有一则帖文获得最多点赞的 他只是贴了一张图 图上就写着 从1798年开始 美国对外就发动了469场战争 高居世界榜首 而另一则帖文就是 他就是贴了一幅图 我认为这幅图都颇为之有趣 大家在画面可以见到 趴在这里的就是两个黑人弟弟 骑在他们上面的就是两个白人的弟弟 他们的笑容都很天真难万 我相信当时他们只不过是玩的 但是这名网友就加多句子 西方国家就是希望维持的国际秩序 简单来说就是借这一幅图来讽刺 美国有些人就一直深传那种白人至上主义 不知道大家就认不认同呢 好了 接着也有网民就这么说 美国才是真正的国际秩序破坏者 到处都是军事基地 制造战争 是人类和平的破坏者 另一名网民就说 美国在200多年的历史里面 只有26年没有发动过战争 接着也有网民这样留言 在二战之后爆发的战争里面 有哪一次少有美国身影? 每天就将自己打扮成和平的卫士 建议就制裁造出吊犯了 接着有网民也在底下跟帖 美国为了自己的霸权 可以护灭抹黑其他国家 美国为了自己的霸权 可以轰炸敘利亚、依赖客、阿富汗 这些就是你们对世界和平的承诺 接着也有网民这样说 美国是和平的破坏者 不是和平的维护者 不过这样 那么多人骂始终都有些人 要帮一口 这名网民怎样说呢? 他就说 很赞成白宫的高官的说话 更加认为美国是有力维护了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站在正義的一邊 總體來說 罵的就多過讚的 這個世界每個人都有不同觀點與角度 雖然有網民都對賀錦麗的說話表示讚賞 但這也是只不過他們的個人觀點 所以我自己就認為沒什麼所謂 世事很多東西有人談就有人讚 不過在這條貼文裡面 總體來說就是 但是罵就多過讚 相信八成八都是罵 讚的只是佔一成二 在國內始終有部分人都頗為嚮往美國 現這樣的情況可能只不過是 大家所接收的訊息出現一定的差別 所以才造成這樣不同的看法 我認為也沒什麼所謂 不過總體來說 稱讚美國的人就看來缺乏一點理據 好 關於美國的話題 今節就講到這為止 下節回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話題 下節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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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節回來